就是他的背景嘛 就是他在 Andy在用一個Google 台灣第八國人是Google Map 在台灣也是他一手做起來 如果做不好就要找他 OK 然後Andy很特別是 他剛跟我講 是讓他創林公司 跟很多台灣創林家 尤其是那種 掛山公司出來創林家比較不容易 他本來就變成想要亂跳 他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大破財大利 我歡迎Andy來跟我們分享他的幫忙 然後歡迎Andy 謝謝阿公的介紹 是誰把我排在剛剛那個那麼猛的後面 就是他 我講什麼都不算什麼了 這樣嗎 對 好 各位大家好 我叫Andy 那其實我之前說到阿公的那個 他傳訊息給我說 你可以來這邊做一個分享 那說實話 那時候我不是很知道什麼是焦點 所以我Google了一下 然後後來發現原來是屬於台灣年輕人的舞台 但剛剛我已經離開這個舞台了 你知道嗎 對 但是我來了以後我發現 其實這裡 我覺得應該要改一些 應該是屬於有夢想跟有故事 就是新年年輕 那希望他們要不然進來 所以他請我來分享一下跟高品相關的產品的一些資訊 然後我就想好 那我就準備一下 但是來了以後我今天提早來了 然後想問一下說今天到底是什麼場合啊 我什麼時候講啊 然後怎麼樣 但在過去這幾個小時跟大家互動以後 我發現光介紹產品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決定我要 產品還是會講一點 但是我想跟各位講一下 我是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好像還比較有意思一點 因為產品到最後你們就自己上去看一看 不知道都是怎樣 要買房子就可以用一下 對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這是我五公斤以前的照片 對 這是我剛加入Google的時候 然後 其實我來這邊都會沒有夠明的原因 有一點是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 不斷的在追求我自己夢想的人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很喜歡寫什麼事 然後 我那時候一開始想要做的是寫遊戲 然後但是長大以後 我就很喜歡寫一些工具啊等等的 然後 後來 在台灣當完兵退伍 退伍之後 我原本想要 我原本去了另外一家 算是做手機的公司 做了半年 我也覺得不行 我要做網路 然後 我原本要去 心裡就很想要創業 做創業這件事 所以我想先去一個startup去看看 但是那時候聽到Google要來 就想說 我可不想在99歲的時候 在病棠商店想說 我好後悔沒有申請Google 然後想好 那我就寄個領域表去給他reject一下 我到時候才甘願嘛 結果就進了 從此成為我創業的絆腳石 那個地方是很難離開的 但是我在進以前 其實我一直有個夢想就是 我希望我進去以後 那時候台灣的Google是 那個 如果地圖是白灰茫茫的一片嘛 然後 我爸是說電氣行 他常常要給客人送貨啊 什麼的 那大家都要自己先拿地圖來看 那時候我想說為什麼台灣沒有 如果我進Google 我一定要把這個做出來 結果就真的進了 然後 那我就只好去做Google地圖 我就答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真的很認真地去做這件事 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 慢慢有一個team 然後 teammate也都非常優秀 所以就開始有Google地圖出來啊 然後有 接近 對阿 接近等等等等的 然後 做完Google地圖大概做了兩年吧 後來就去帶 是Android App Android App 上架的全球的平台 就是Google Play的開發者平台 然後 也是帶一個團隊 做了大概應典 然後又去做一個省門的tour的平台等等 那主要也就是做跟工具相關的 跟使用者介面相關的 那我自己都覺得是蠻好玩的 然後也是處理很多大數據的分析 那 回想起來 我覺得做Founder 似乎是一個水到渠成必然的事情 因為 我喜歡處理數據嘛 我對地圖要捨 然後 我又很喜歡做工具之類的東西 然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一次 在這之前先跟各位講一下 根據內政部2013年的石家登錄的數字 平均每一筆台灣的房地產的房屋買賣成交是1000萬 1000萬其實很多人 等一輩子才賺大概就是這個錢 然後換一輩子的錢去買一棟房子 然後很不幸的我們現在在天龍國 天龍國台北市是2400萬 所以那可能就是你們家得真的很努力 然後少生一個 就也許會可以買到一棟房子 但其實是蠻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我自己也蠻感受蠻深的 因為幾年前 就結婚前也是在看房子 然後那時候就走到了那個 這裡是哪裡 這裡 有人認得出來嗎 上面已經秀出來了 這是內湖 它叫重陽重畫區 非常的漂亮喔 四面八方都是 你看四方圍著一個公園 然後四方都是新城屋很漂亮 然後也站在那邊 微風吹過來 然後上面都有小孩子在跑 小孩子笑聲就覺得 哇太狂就快簽下去了 然後後來問房仲說 這是什麼公園 他說這不是公園 這個其實是一個學校運定地 只是說現在還沒有蓋學校 就讓建商託館 他就蓋成這樣 那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我沒有問的話 我就會以為它是一個公園 那當然房仲他們都是很老實在跟我講 但是我怎麼知道 有什麼東西我沒有問到 有什麼東西我不知道的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是 算是一個原因 讓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 在買賣雙方 尤其在買房子 是有很嚴重的資訊落差 然後 我那時候就覺得 應該會有更好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 後來我就遇到了 我的partner 啊不對 你都錯了 那時候看房子 一直有一個感覺是怎麼樣 我到了一個物件 你看房子 都很漂亮 你梁柱什麼都看得好 都看得到 然後心酸的油漆裝潢 但是當你一出那個房子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很迷惘 知道我感覺是這樣 因為你不知道你周圍是怎麼樣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那個行情是怎麼樣 他現在給我開價一坪80萬 我知道台北市是這價錢 但這裡是貴還是便宜 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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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年他到底是會長還是會點 都很不知道 你買了回去 鄰居像你笨的時候 你就很丟臉 對不對 最怕是買的比鄰居還貴啊 第二個是機能 機能 雖然你看得到前面 有一家小吃店 看起來大家都很安靜 但是晚上的時候可能 可不可能就有人在那邊喝酒 然後每天在那邊唱歌 那你沒有辦法知道說 除非你騎著摩托車 然後在那邊住個兩三天 繞個兩三天 才會知道說 你在這邊生活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 然後你這邊通勤要到公司的地方 要多久等等 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搞懂 另外又是環境 這些不是有很多順向坡的那些問題嗎 那其實這些都是 就是你 其實政府都有提供這些資訊 只是我們不知道在哪邊而已 所以直到我遇到了我的partner Kirby 他在資料視覺化整理上面 非常的有經驗 那我娘就說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東西 接下來我一跳非常快 一部分是時間不夠 一部分是 我想講的已經講完了 現在心情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 一個你們想看功能 你們就自己上網路上面去看 原則上你就是 進了這個網站 然後點你好看的區域 然後很快的就是 一個Google地圖會出現 你可以在Google地圖上面 那一個點擊 然後很快的 它就會告訴你很多資訊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 都市計畫圖 可以知道 剛剛那邊說是 那個學校運定地 這邊就看得出來 紫色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這邊有標示的是 順向波 污染 污染就是 如果你打B9就有申報 你那本就會在這邊出現 然後出現它會說 這它處理的狀況怎麼樣 等等的 什麼時候 然後實價登錄的錢 這是內政不來的嘛 然後我們還做了一些分析 你知道附近大概是怎麼樣子 哇 實力量 然後還有附近的生活機能 我們也會告訴你說 哪裏有高壓電塔 哪裏有免體電 等等 還有學區 所以這些資料 以前也拿得到 只是你可能要花個半小時到處找 現在點一下就看不到 那 各位可以上去玩 我們現在是免費的 還沒有找到一個 呃 很好的Vis Smart 但是 呃 但是我們相信 這個 這個資訊是有價值的 我們希望從買方的角度 提供一個很不一樣的 買方的資訊服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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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эк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